金融市議員呂美玲在金融市議會總質詢時表示 交通違規紀典新制已經引起許多民眾與駕駛人恐慌 尤其在街道狹小的金融市區更是如此 因此建議金融市政府可以在這些路段增設多元化臨庭區 同時以勸導為主 這個多元化臨庭區它可以包括物流業者送貨的富康巴士 或者是真正可以上下的就是老人家身障的都可以 讓他們可以安全的上下車 尤其是一些身障的朋友他們要靠府具 如果你沒有辦法讓他能夠安全上下車 實際上你這個就是陷阱 你的陷阱不僅是讓他違法 讓他祭典 讓他處罰他 讓他繳錢給國庫 這個都不管 但是最重要你還妨礙他的安全 所以我是希望是不是能夠設置 看看我們相關的法規有沒有可以來設置 這麼一個安全的上下車的環境 那第三個就評估分段式的彈性開放臨庭 對此金融市長謝國良回應表示 市府目前正在檢視新人事故熱點改善區 會請交往處研議 大家都知道我們一路有很多的診所 那診所就是很多不便嘛 所以不太可能像您剛剛講的停到東岸 停到信二或停到現在東三四 然後再一路過來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設一個這個臨庭區 但是臨庭區就真的是一個臨庭的區域 而不是說是臨庭就被人家暫停了 所以我覺得佔用停車了 所以我想這個熱點改善區 我們會跟交通處這邊 會後也來跟您一起討論 我們都是中正區嘛 我家也在中正區 所以我們會了解一下設一些臨庭區熱點的一些檢討等等 金融市警察局長張素德也澄清 除非是重大交通違規 對於一般上下課或是裝卸貨 則會以勸導為主 如果說那個汽車它在上下課 或者是上下貨 它沒有很嚴重危害交通 沒有妨害人車 它是可以勸導的 這第一點 那在有關富康巴士接送殘佔身心障礙人士上下車的時候 警政署在105年的韓式也有特別規定說 如果是屬於沒有嚴重妨害交通 還是可以勸導免疫情 另外呂美玲也關心天涼盒整治效果不髒的問題 想想看 這麼多年 我們的天涼盒有沒有乾淨 一點 說實在沒有 它的臭味 有沒有 比較好一點 也沒有 尤其大家看 只要是不下雨的時候 連續15天沒有下雨 當然現在可能更多 有時候一個月沒有下 那個臭氣沖天 而且我們的水就變成什麼 核色的 這個墨綠色 甚至變成那個有點紅色的 謝國良表示 海洋大學在四海平台上有提出 希望為田療合作監測後再提出專案報告 金融市政府將與海大緊密合作 透過海大的專業 釐清未來如何有效整治田療盒 記者張啟騰 採訪報導 聲音量 啟哀